第一章 天涯思君不可忘 第一集 风淡淡 冷静荣荣月 人间天上 烂银霞照通彻 魂似孤叶真人 天资灵袖 意气疏高解 万蕊参思谁信道 不与群方同恋 好气轻英 仙才着落 下土难分别 摇台归去 洞天方看清觉 做这一首无俗念词的 乃是南宋末年一位武学名家 有道之士 此人姓邱 名楚姬 道号长春子 名列全真妻子之一 是全真教中出类拔萃的人物 词品评论此词道 长春是之所谓仙人也 而词之轻拔如此 这首词送得似是梨花 其实词中真意 却是赞予一位身穿白衣的美貌少女 说他浑似似的美貌少女 说他浑似孤叶真人 天资灵袖 意气疏高洁 又说他好气轻英 仙才着落 不与群方同恋 词中所送着美女 乃是古墓派传人小龙女 她一生爱穿白衣 当真如丰富玉树 雪果穷包 简直生性清冷 时当得起冷静荣荣跃的形容 以无俗念三字赠之 可说十分贴切 长春子秋楚姬和他在中南山上比邻而居 当年一见就赞叹人间 竟有如丝绝世美女 便写下这首词来 这时秋楚姬世事已久 小龙女也以嫁与神雕大侠杨过为妻 同饮中南山古墓 在河南邵氏山山道之上 却另有一个少女 十八九岁年纪 身穿蛋黄衣衫 骑着一头青驴 正沿着山道缓缓而上 滴滴念诵此词 过了一会儿 她心中默默想着 唉 也只有龙姐姐这样的人物 才配得上她吧 这一个她字 指的自然是神雕大侠杨过了 少女也不拉江上 任由那青驴 信步而行 一路上山 欢乐趣 离别苦 旧中更有痴儿女 君英有雨 渺万里层云 千山暮雪 知影向谁去 她腰弦短剑 脸上颇有风尘之色 显示远游已久 烧花如花 正当喜乐无忧之年 可是容色间却隐隐 有惆怅之意 似是愁思习人 眉间心上 无忌回避 这少女姓郭 单名一个箱子 乃是大侠郭静 和女侠黄荣的次女 有个外号 叫做小东邪 她一驴一剑 知身漫游 远想排遣心中的仇闷 其知久入愁长 固然愁上加愁 而名山独游 一般的也是愁闷徒增 河南邵氏山山势雄郡 山道却是一场列宽大的时机 规模宏伟 功成着实不小 那是唐朝高宗 为林姓少林寺而开凿 共长巴黎 故乡骑着轻驴 尾舌而上 见对面山上 五道瀑布 飞珠剑狱 奔血而下 再俯视群山 已如已至 顺着山道 转过一个弯 摇见黄墙碧瓦 好大一座寺院 少林寺向为天下武学之源 但华山两次论见 怎能武学之中 并无少林寺高僧 难道四中武学好手 自存并无把握 伤怕多了威名 索性便不去遇会 又难道 众僧修为精湛 争名之心进去 武功虽高 却不去和旁人争强赌胜 这样想着 他望着连绵乌雨 出了一会儿神 吓了轻驴 缓步走向寺前 只见树木森森 印着一片碑灵 石碑大半已经毁破 自己模糊 不知写着些什么 便是刻凿在石碑上的字 年深月酒之后 也需磨灭 如何刻在我心上的 却是十日月酒 凡月家庆喜 他瞥眼 只见一块大碑上 刻着唐太宗 赤刺少林寺四僧的玉闸 加许少林寺僧立功平乱 卫文中说 唐太宗为秦王时 带兵讨伐王世充 少林寺和尚投军立功 最助者共一十三人 其中 这唐宗一僧 受封为大将军 其余十二僧不愿为官 唐太宗各赐紫罗夹杀一席 遥想随唐之际 少林寺武功便以名持天下 数百年来精益求精 这四中卧虎藏龙 不知有多少好手 郭湘自和杨过小龙女夫妇 在华山绝顶分手后 三年来没得到他二人半点音讯 他长自思念 于是秉明父母 说要出来游山玩水 料想杨过夫妇 当在钟南山古墓隐居 便尽往古墓求见 墓中出来两名侍女 说到他夫妇出外未归 招待郭湘在古墓中住了三天等候 但是杨过夫妇并未说明归期 郭湘便又出来随意行走 他自北而南 又从东至西 几乎踏遍了大半个中原 始终没听到有人说起神雕大侠杨过的近日音讯 这一日他到了河南 想起少林寺中有一位僧人无色禅师 是杨过的好友 自己十六岁生日之时 无色瞧在杨过的面上 曾托人送来一件礼物 虽然从未和这位禅师见过面 不妨去向他打听打听 说不定他会知道杨过的踪迹 这才上少林寺来 正出神间 呼听的碑林旁数从后 传出一阵铁链当郎之声 事实要查贡王利药 集于无量百千万亿大众之中 说圣庙企陀曰 游爱故生忧 游爱故生不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不顾 游爱故生忧 游爱故生不 若离于爱者 无忧亦无不 我要问他 如何方能离于爱 如何才能无忧无不 郭湘随手将驴浆在树上一绕 拨开树丛追了过去 只见树后是一条上山小径 一个僧人挑了一对大桶 正缓缓往山上走去 郭湘快步跟上 奔到距那僧人七八丈处 不由得吃了一惊 只见那僧人挑的是一对大铁筒 比之寻常水桶大了两倍有余 那僧人 那僧人 井中 手上 脚上 更绕满了粗大的铁链 行走时 铁链拖地 不停地发出声响 这对大铁筒 本身只怕便有二百来斤 筒中装满了水 重量 更属惊人 诶 大和尚请留步 小女子有句话请教 那个僧人回过头来 两人相对都是一恶 原来这僧人便是绝缘 三年前 两个人在华山绝顶 曾有一面之缘 我当是谁 原来是绝缘大师 请问 眼下在做何修炼呢 绝缘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何时行礼 他并不答话 转身便走 绝缘大师 你不认得我了吗 我是郭湘啊 郭湘知他虽生性迂腐 但是内功深战 不在当时任何高手之下 只见绝缘又回首一笑 点了点头 这次更不停步 是谁用铁脸绑住了你 如何这般亏待你 绝缘左掌伸到脑后 摇了几摇 示意他不必再问 郭湘见了这等怪事 如何肯不弄个明白 当下非不追赶 想抢在他面前拦住 岂知绝缘虽然全身带了铁链 又挑着一对大铁筒 但是郭湘快步追赶 始终抢不到他身前 郭湘同心大气 展开家传轻功 双足一点飞身纵起 伸手往铁筒的边上抓去 眼见这一下必能抓中 不料落手时 终究还是差了两寸 大和尚 这般好本事 我非追上你不可 郭湘嘴里只管叫着 但见绝远 不疾不徐地迈步而行 铁链声 当当当有如月音 越走越高 直至后山 郭湘直奔得气息见急 仍和他相聚账许 不由得心中佩服 爹爹妈妈在华山之时 别说这位大和尚武功极高 当时我还不大相信 今日一见 才知爹妈的话果然不错 他这么想着 忽见绝远 转身走的一间小屋的后面 将铁桶中的两桶水 都倒入了一口井中 郭湘大骑 大和尚 你搞什么呀 挑水刀在井中干嘛 绝远神色平和 只摇了摇头 郭湘忽有所悟 哦 你是在练一门高深的内功 绝远又摇了摇头 郭湘心中不免着脑 我刚才明明听得你在念经 又不是哑了 怎能不答我的话 绝远核实行礼 脸上似有歉意 一言不发 挑了铁桶便下山去 故乡探头井口向下望去 只见井水清澈 也无特异之处 正正望着绝远的背影 满心疑斗 他视才一阵追赶 危敢心浮气躁 此刻他坐在井栏圈上 观看着寺下的风景 而这时置身处已高于少林寺所有的乌语 但皆少林寺 层崖刺天横若裂平 崖下风烟飘渺 寺中的钟声随风送上 令人胸中繁俗顿俭 和尚既不肯说 我去问那少年便了 这和尚的弟子不知在哪里 郭湘信不下山 想去找绝远的弟子张军宝来问 走了一程 呼听的铁链声响 绝远又挑了水上山 我且暗中瞧瞧 他在捣什么鬼 郭湘闪神术后 铁链声渐进 只见绝远仍是挑着那对铁桶 手中却拿着一本书 全神贯注的轻声送出 郭湘带他走到身边 突然间一跃而出 大和尚 你看什么书啊 吓了我一跳 原来是你啊 你装哑巴装不成了吧 怎么说话啦 那绝远危险惊惊惧 他向左右一望 摇了摇手 你怕什么 绝远 不守戒法 擅自开口说话 何况又和庙外僧人对答 更何况又跟年轻女子说话 这便随我见戒律堂首座去 绝远还未回答郭湘的问话 突然 树林中闪出两个灰衣僧人 一高一矮 绝远一见是垂头脏气 点了点头 跟在两名僧人之后 天下还有不许人说话的规矩吗 我识得这位大师 我自跟他说话 干你们何事 千年以来 少林寺向来不许女流擅入 姑娘请下山去吧 免得自讨没趣 女流便怎样 难道女子便不是人 你们干嘛为难这位绝远大师 既用铁链绑他 又不许他说话 本寺之事便是皇帝也管不着 何劳姑娘多问 这位大师是忠厚老师的好人 你们其他人善便这般折磨他 天明禅师呢 无色和尚无相和尚在哪里 你去叫他们出来 我倒要问问 这是个什么道理 那两名僧人都是戒律堂首座的弟子 奉了做师之命监视绝缘 这时听郭湘言语莽撞 两人都是一惊 天明禅师是少林寺方丈 无色禅师是寺中的罗汉堂首座 无相禅师是达摩堂首座 三个人未忘尊崇 寺中僧侣向来只称老方丈 罗汉堂做师 达摩堂做师 从来不敢提及法名 岂知一个年轻女子 竟敢上山来大呼小叫 直斥其名 二僧顿时恼怒 那个寿常僧人口诵佛号 阿弥陀佛 女施主再在佛门清静之地滋扰 莫怪小僧无领 快快把绝远大师身上的铁链除去 那别算了 否则我找天明老和尚算账去 一旁的矮僧听郭湘出言无状 又见他腰弦短剑 沉着嗓子呼喝 你把兵人留下 我们也不来跟你一办见识 下山去吧 好吧 谨遵抬命 那矮僧自幼在少林寺出家 一向听师伯师叔师兄们说 少林寺是天下武学总员 又听说不论名望多大 本领多强的武林高手 从不敢携带兵刃 走进少林寺的山门 这年轻姑娘虽然未入寺门 但是已在少林寺的管辖之地 矮僧见郭湘摘下了短剑 双手托起 直到他真是怕了 所以乖乖交出短剑 于是呢 他便伸手去接剑 可是手指刚碰到剑翘 突然间手臂矩阵如中电车 一股强力从短剑上传了过来 推得他向后击眼 立足不定便急摔倒 他身在斜坡 一经摔倒便咕噜噜地向下滚了树杖 好容易才硬生生地撑住 你吃了狮子心豹子胆 竟敢到少林寺来撒野 那寿长僧人又惊又怒 说着便转过身来 踏上一步 只见他右手挥拳击出 左掌跟着在右拳上一搭 变成双掌下劈 这正是闯少林第二十八事 翻身披肌 郭相握住剑柄 连剑带翘向他的尖头砸去 为了僧人沉肩回掌 来抓他的剑翘 绝远在旁瞧的黄吉 忍不住大叫 别动手 别动手 有话好说 便在此时 寿长僧人右手已抓住了剑翘 正在运进房里夺 猛绝的手心一震 双臂隐隐酸麻 不好 他刚说声不好 郭相左腿就到了 一个横扫将他踢下了坡去 他所受这一招 比那矮僧重的多 一路翻滚 头脸上擦出了不少鲜血 这才停住 我受伤离死 是来打听大哥哥的讯息 平白无端跟人动手 当真好没来由 郭相见绝远 愁眉苦脸的站在一旁 当即抽出短剑 便往他手脚上的铁链削去 这短剑虽非稀释其真 却是极丰锐的力气 当朗朗起声响 铁链断了三条 竟敢对少林寺这般不敬 你且等着 等着 等着 什么使不得 这两个恶和尚肯定是奔回去报训了 咱们快走 你那个姓张的小徒儿呢 带了他一起走吧 绝远只是摇手并不迈步 这时 郭相忽听着身后有人说话 多谢姑娘关怀 小的在这儿 郭相回过头来 见身后站着个十六七岁的少年 粗眉大眼 身材睽萎 脸上却油带稚气 正是三年前曾在华山之巅会过的张军宝 第二集 上回正说到张军宝自郭湘的身后走出 比之三年前那日 他身形已高了许多 但容貌无声改变 张兄弟 这里的恶和尚欺悟你师父 咱们快走吧 没谁欺悟我师父 那两个恶和尚用铁链锁着你师父 连一句话也不许他说 还不是欺悟 郭二姑娘不用管我 还是早些下山吧 绝远苦笑摇头 指了指山下 示意郭相及早脱身 年惹事端 郭湘明知少林寺中武功胜过他的人不计其数 但既见了眼前的不平之势 绝不能撒手不顾 却又怕寺中好手出来截拦 于是一手拉了绝远 一手拉了张军宝 奈何二人却只是不动 那些和尚马上就要来了 有什么事下山去慢慢说不好吗 来了 江池间忽见山坡下寺院边门中 冲出七八名僧人 手提齐眉木棍嘴里不住的腰痕 哪里来的野女子 胆敢来少林寺撒野 还不扔下兵人 束手就擒 各位师兄不得无礼 这位是 别说我名字 郭湘心想 今日的祸看来闯得不小 说不定闹下去会不可收拾 咱们翻山走吧 千万别提我爹爹妈妈和朋友的姓名 只听到背后山顶上吆喝声响 又涌出七八名僧人了 郭湘见前后都出现了僧人 不由得秀眉深处 你们两个婆婆妈妈 没点男子含气感 到底走不走 师父 郭姑娘一边好意 便在此时 下面边门中又窜出四名黄衣僧人 嗖嗖嗖地奔上坡来 手中都没带兵器 但是身法训捷 衣襟带风 显然武功了得 郭湘见这般情势 便想单独脱身 意义不能 所幸宁宁器拙力 静观其变 罗汉堂首座师尊传玉 拙来人放下兵刃 在山下一位亭中 臣名详情 听有法御 少林寺的大和尚官派十足啊 官腔倒是打得好听 请问各位大和尚 做的是大宋皇帝的官呢 还是做蒙古皇帝的官 又还是 仍做大金皇帝的官 这时 淮水以北 大宋国土均已沦陷 本是金国该官 现下金国亡于蒙古 少林寺所在之地 也早归蒙古该官 只因蒙古大军 连年进攻襄阳不克 忙于调兵遣将 也无余力来理会 丛林寺惯的事 因此 少林寺还和往常一样 与前并无不同 那僧人 听郭湘积此之言厉害 不由得脸上一红 心中也觉得 对外人下令传誉 有些不妥 阿弥陀佛 不知女施主 何事光临必死 且请放下兵刃 不山下一尾亭中 奉茶说话 你们不让我进寺 我便稀罕了 难道少林寺中有宝 我见一见 便沾光了吗 到底走不走 张军宝摇摇头 嘴角像绝远一弄 意思是说 要服侍师父 好 那我不管了 我走了 放下兵刃 放下兵刃 郭湘眉眉毛一扬 手腕见饼 我说走了 还要我交出兵刃 阿弥陀佛 我们不敢留 女施主的兵刃 女施主一到山下 立即送还宝剑 这是少林寺 千年来的规矩 还请包涵 倘若不留短剑 势必有场争斗 我孤身一人 如何是何四松重的敌手 但我留下短剑 岂不将外公 爹爹 妈妈 大哥哥龙姐姐的面子 一股脑都丢得干净 他一时沉吟未绝 漠然间眼前黄拧晃动 到少林寺来 既在剑有伤人 事上也有此理 静风萨然 五只手指往剑鞘上抓来 这个僧人若不贸然出手 郭湘一番迟疑之后 多半便会留下短剑 他和他姐姐郭福的性子 大不相同 虽然豪爽却不鲁莽 眼前情境既然极为不利 便会暂忍一时之气 日后去和外公爹妈商量 再找回这场子 但是对方突然逞强 岂能眼睁睁的 让他夺去配剑 那个僧人的擒拿手法 既很切巧 一抓住剑鞘 心想郭湘定会向李回夺 一个和尚跟一个年轻女子 拉拉扯扯 大势不雅 于是运进向左斜推 跟着抓而向右 郭湘给他这么一推一抓 果然已拿不住剑鞘 当即握住剑饼 唰的一声 寒光出霞 那僧人的右手将剑鞘夺了过去 左手却有两根手指 为短剑顺势割伤 剧痛之下抛下剑鞘往旁退开 众僧人见同门受伤 无不惊论 推仗五棍一骑攻来 一不做二不休 反正今日也是不能善罢 郭湘使出家传的洛英剑法 便往山下冲去 众僧人排成三列 迎面挡住 那洛英剑法 乃是黄药师 从桃花洛英长法的路子中演化而来 虽不若欲消剑法精妙 却也是桃花倒一绝 但见青光激荡 剑花似洛英缤纷 四散而下 煞时间 僧人中又有两人受伤 背后数名僧人跟着抢到居高临下加攻 按理郭湘早抵挡不住 但少林僧众慈悲为本 戒律惊严 不愿伤他性命 所出招数都非杀手 只求将他制住 训诫一番 扣下兵刃 竹下山去 可是郭湘剑光错落 却也不义攻的近身 众僧初识 直到一个妙龄女郎 还不轻易打发 待见他剑法惊奇 使之他若非名门之女 便是名师之徒 多半得罪不得 出招时更有分寸 同时急报罗汉堂首座 无色禅师 打斗之间 一个高兽老僧 晚步走近 他双手淋在袖中 微笑观斗 两名僧人走到他身前 低声禀告了几句 说什么天下武学之缘 原来是十多个和尚 一忧而上 围攻一个女子 那老僧 那老僧便是罗汉堂首座 无色禅师 听他这么说 便吩咐个人助手 都助手吧 众僧人历时罢手悦改 姑娘贵姓啊 令尊和令师是谁 光临少林寺 不知有何贵干 我爹娘的性命 不能告诉他 我到少林寺来 也是为了打听 大哥哥的讯息 那也不能当众说 眼下已闹成这等模样 日后爹娘和大哥哥 知道了定要怪我 不如悄悄溜了吧 我的性命 不能跟你说 我不过见山上风景优美 便上来游览玩耍 原来少林寺 比皇宫内院还厉害 动不动便扣人兵刃 请问大师 我进了贵寺山门没有 这少氏山 是少林寺全山 买下来的不是 当日达摩祖师传下武艺 想来 也不过是交重僧侣 强身健体 便于参禅成佛 想不到少林寺名头越大 武功越高 势众逞强的名头也越想 好 你们要扣我兵刃 这便留下 就算将我杀了 也灭不了口 今日之事 江湖上不会没人知晓 他本来伶牙俐齿 这件事也并非全是他过错 一席话 只将无色禅师 说得哑口无言 这番胡闹 我固然怕人知晓 线下看来 少林寺更加不愿张扬 十多个和尚围攻一个年轻姑娘 说出去有什么好听 锅箱剑帽变色 随即将短剑往地下一掷 举步变形 无色禅师却挟步上前 刨袖一幅 卷起了短剑 双手脱起剑身 姑娘既不愿赐教家门师城 这口宝剑还请收回 老纳恭送下山 还是老和尚同情达理 这才是名家风范嘛 郭湘继占到了便宜 顺口便赞了无色一句 伸手去拿剑 可是一提之下 不禁吃惊 对方掌心 生出一股犀利 他虽抓住剑柄 却不能提起剑身 他连运三下劲 始终无法取过短剑 好啊 你是显功夫来着 只见郭湘突然间左手斜挥 轻轻拂向无色 左锦中的天顶巨骨两穴 无色心下一领 邪身闪避 气静辨词略松 郭湘应手提起了短剑 好军的兰花扶学手功夫 姑娘跟桃花斗主 怎生成活啊 桃花岛主吗 我便叫他做老东邪 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 是郭湘的外公 他性子怪癖 向来不遵礼法 他叫外孙女小东邪 郭湘便叫他老东邪 黄药师非但不以为伍 反而欢喜 无色少年时出身陆林 虽在禅门中数十年修持 佛学精湛 但是往日的豪气仍然不减 否则怎能和杨过结成好友 见着小姑娘不肯说出师诚来历 便有心要试她一试 小姑娘接我十招 瞧老和尚眼力如何 能不能说出你的门派 若是十招中瞧不出 那便如何 姑娘若接得下老那十招 那还有什么说的 自然为命是从 我和这位绝远大师 西年曾有一面之缘 要带他求一个情 倘若十招中 你说不出我的师父是谁 你许得答应我 可不能再为难这位大师了 无色甚感奇怪啊 心想绝远迂腐腾腾 数十年来在藏经阁中管书 从来不和外人交往 怎么会和眼前这个美貌女郎 攀上了交情 我们本来就没为难她呀 本寺僧众犯了戒律 不论是谁 均需受罚 那也不算是什么为难吧 说来说去 你还是混赖 好 依你依你 老那倘若输了 便带绝言是敌 交着三千一百零八的水 不如由她出招 我竭力抵御 非显出弟弟妈妈的补费不可 姑娘小心 我要出招了 不如我占了先机 连发十招 郭湘跟她说话之时 心下早已打定主意 听她说到 姑娘小心我要出招了 这两句话时 不带她出掌抬腿 吃的一声 软剑当胸直刺过去 使得仍是桃花岛 落鹰剑法中的一招 叫做万子千红 剑尖刺出去时 不住的颤抖 使对手瞧不定剑尖 到底攻向何处 无色知道厉害 不敢对攻 当即斜身闪开 第二招来了 短剑回转 自下而上 倒刺 却是全真剑法中的一招 天身倒悬 好 是全真剑法 那也未必 郭湘眼见着一剑刺空 还没等变招 只见乌色 转手围攻 伸手直向她的手腕捉来 不由得暗暗吃惊 老和尚果然料得 在如此凶险的剑招之下 赤手空拳 居然还能抢攻 眼见乌色缠时 手指伸到面门 郭湘把短剑晃了几晃 使得竟是打狗棒法中的一招 恶犬拦路 乃属疯自绝 他自幼和丐帮的前任帮主 卢有角交好 喝酒猜拳之余 有时便缠着他鄙视武艺 丐帮中虽有规矩 打狗棒法是正帮神迹 非帮主不传 但是卢有角始动之际 郭湘终于偷学了一招办事 何况先任帮主黄荣是他母亲 先任帮主耶律奇是他姐夫 这打狗棒法 他看到的次数着实不少 虽不明其中诀窍 但突然间一样画葫芦的使出一招来 却也骇人耳目 无色的手指刚要碰到他的手腕 突然白光闪动 剑锋来世神妙无方 五根手指险些被一旗削断 总算他武功卓绝 变招快速 百忙中急退两步 但痴痴声响 左秀已给短剑划破了一条长口子 无色蝉尸 变色邪逆 背上惊出了一阵冷汗 你说这是什么剑法 其实天下根本无此剑术 郭湘只不过偷学到一招打狗棒法 用在剑招之中 只因那打狗棒法过于傲妙 他虽使得似是而非 却将一位大名鼎鼎的少林高僧 尽得满腹一团 瞠目不知所对 我只需再使得几招打狗棒法 非杀的老和尚大败亏数不可 只可惜除了这一下子 我再也不会了 下一招来了 不带无色缓过气来 郭湘再度短剑青阳 飘身而尽 姿态是飘飘若先 剑锋向无色的下盘连点数点 却是从小龙女处学来的一招 玉女剑法小缘一局 那玉女剑法乃是当年女侠林朝英所创 绝少陷于江湖 不但剑招灵力 且讲究风神脱俗 姿势显雅 与少林派的达摩剑法 罗汉剑法等等刚猛的路子 截然不同 其实以剑法而论 也未必真的胜于少林各路剑术 只不过骤然瞧来 美极力绝 有如佛经中所云 荣宜晚昧 庄严和雅 端正可喜 观者无厌 众僧从所未见 无不诱惊又喜 无色禅师虽和杨过交好 却也没见他使过玉女剑法 见郭湘这一剑封神清丽 只盼再看一招 便携身闪避 待他再发 只见郭湘剑招抖遍 东躯西走 连销竖剑 张军宝在旁看得出神 忽然疑的一声 原来郭湘这一招 却是四通八达 三年前 杨过在华山之巅 传授张军宝 郭湘在旁边瞧在眼中 这时便使了出来 当年杨过所授的乃是掌法 这时郭湘变为剑法 威力已减弱了不少 但是剑术之旗 却足以令无色暗暗心惊 屈指数来 郭湘已使了五招 无色竟瞧不出丝毫头绪 他盛年时纵横江湖 阅历极富 十余年来 身任罗汉堂首座 更惊言各家各派的武功 与本司的武功 参照比较 以收节长不短 切磋公措之效 因此 他自信不论对方如何了得 数招中必能瞧出他来历 他见郭湘年幼 和他约到十招 已留下了极大的余地 启迟郭湘的父母师友 尽是当代第一流的高手 他在美人的武功中 截出一招东拉西扯的一番杂半 只瞧得乌瑟眼花缭乱 哪里真是直了 说得出名目 第三集 上回说到 那四通八达的四剑八事一过 乌瑟心念一动 我若认他出招 只怕他怪招源源不绝 别说十招 一百招也未必能瞧出端倪 只有我发招猛攻 他便非使出本门武功拆解不可 无色想着 当即上身左转 一招双冠耳 双拳弧口相对 化成弧形 交相撞击 郭湘见他全是尽力其大 不敢应接 身形一扭 竟从双掌之间溜了过去 他当年听闻 英姑有门尼秋功 身形滑溜 若不敌强势便可施展 曾请英姑 稍加指点 这时便一样化葫芦 他功力身法均不及应孤 但是无色禅师 也并不是真下杀手 这就任由他轻轻的溜开 好身法 再借我一招 无色左掌圈花扬起 屈肘当凶 虎口朝上 正是少林拳中的黄鹰落驾 他是少林寺的武学大师 身份到底不同 虽然所惠武功之杂 游胜郭湘 但是每一招每一事 使得军是纯正的本门武功 少林拳门户正大 看起来平平无奇 练到精深之处 实是威力无穷 他是左掌圈花扬动 郭湘淡觉自己上半身 已全在掌力笼罩之下 当即倒转剑柄 以剑作为手指 使出一招 从武修文处学来的一阳指 尽点无色手腕上的万古阳古阳老三学 他对于一阳指点学法 只学到了一点皮毛 肤浅之志 但是一指点三学的手法 却正是一阳指功夫的精药所在 伊登大师的一阳指功夫天下殖民 无色禅师自然使得 抖剑郭湘出此一招 一惊之下急忙缩手变招 其实无色若不缩手 任他连撞三处学道 当时可发觉这一阳指功夫 并非货真价实 但是双方各出全力搏斗之际 他岂肯轻易以一世英明冒险相试 何况对方即使到一阳指 自当大有来历 须小心应对 以图善了 大和尚道实得厉害 无色哼了一声 激出一招单凤朝阳 这一招双手大开大和 宽大高举 尽力是遍布四周 郭湘手中短剑拿捏不住 脱手落地 他明知对方不会当真狠下杀手 也不惊慌 双拳交错 若有若无 那正是老顽童周伯通的得以杰作 七十二路空明拳中的第五十四路 妙手空空 这一路拳法是周伯通所自创 江湖上并未流传 无色虽然渊博 却也不识 只见无色双掌画弧 发出一招偏花七星 双掌如电 一下子切到了郭湘的场上 此时 郭湘若不出内力相抗 手掌便得向后熬断 这招少林派基本功夫偏花七星 四慢十快 四轻十重 虽是闯少林的姿势 意境内力却出自神话少林 原是少林拳法中的极高境界 难道你真会折断我的掌骨不长 郭湘手掌受制 心念一动 顺手一挥 便使出了一招铁扑扇手 以掌队掌反击过去 这一招 他是从武修文之期完颜平处学来 是当年铁掌水上飘 球千刃传下的招数 这铁掌公 在武学诸家掌法之中 向来以刚猛无仇著称 无色禅师惊严掌法 如何不知 眼见的年轻女郎 突然使出这招铁掌帮的看家掌法 不禁一惊 倘若硬拼掌力 一来不愿辩子伤他 二来也不愿让对方打到自己的身上 他生性忠厚豪迈 见郭湘每一招都使得四模四样 一时之间却没有想到 要惊严这许多门派的武功 岂是这二十岁不到的少女 所能办到的 明知对方尽力有限 仍急忙收掌 退开半仗 第十招来了 你瞧我是什么门派 如果想左手扬起 和身欺赏 右手伸出 便去拖拿无色的下颚 无色和旁观僧众 都情不自禁地一声惊呼 这一招苦海回头 正是少林派正宗权益 罗汉拳中的一招 乃别派所无啊 这一招的用意 是左手按住敌人头顶 右手托住敌人的下颚 将他头颈扭转 轻则卸脱关节 重则扭断头颈 是一招极厉害的杀手 无色禅师见他竟使到 这招罗汉拳 当真是孔夫子面前 独孝经 鲁班门口弄大斧 嘿嘿 不由的是又好气 又好笑 这路拳法 他在数十年前 便已拆得滚瓜烂熟 什么时候碰上 都是不假思索 随手适应 即便是睡着了 遇到这路招式 只怕也能对拆 当下斜身踏步 左手横过郭湘的身前 一翻手 已扣住了他的右肩 右手急如闪电 伸到他的颈后 这一招叫做斜山超海 原是拆解那招苦海回头的 不二法门 双手一提 便能将敌人的身子 提得离地横起 郭湘接下去 本可用盘肘式 反压他的手肘 既能脱困 又可反制敌人 但是乌色禅师这一招 实在来得太快 眼睛一瞬 身子便已遭提起 他身落人手 双足离地 自然是输了 乌色禅师随手将锅香制住 只听得 争的一声响 从他的身上 掉下了一件物事 糟糕 我只顾学生 放开我 你想到别人他的师城门牌 老胡多相 你还不放开我 他的师城中使得师们不同武功 那是如何说法 放开我 我总不能说他是少年牌 阿弥陀佛 你别怕 老和尚自然放你 在乌色禅师的眼中 众生平等 别说已无男女之分 纵是马牛猪犬 他也一视同仁 此时便笑着双手轻轻一送 将他抛出了两丈之外 这番交手 锅香虽然受制 但是乌色在十招之内 终究认不出他的门牌 正要出言服输 一低头 忽见地上黑悠悠的一团物事 乃是他刚刚挣扎中 掉落的两个小小的铁柱罗汉 大和尚 你可认输了吧 我怎么会输啊 我知道令尊是大侠郭靖 令堂是女侠黄荣 你外公是桃花岛黄岛主 郭二小姐的方明 是一个襄阳的乡子 令尊学间江南七怪 桃花岛九指神盖 全真派各家之城 郭二小姐家学渊源 伸手果然不凡 这番话 只把郭湘听得瞠目结舌 半赏说不出话了 这老和尚当真邪门 我这时尚乱七八糟 他居然还能认得出来 胡色禅师见他茫然自私 笑盈盈地拾起那对铁柱小罗汉 郭二姑娘 老和尚不能骗你小孩子 我认出你全凭着这对铁柱汉 你便是无色禅师 这对铁柱汉是你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自然认得 刚才屋里得罪 请大师原谅 阿弥陀佛 不敢当 不敢当 大师 你可有见到我大哥哥和龙姐姐 我上宝岔来 便是想见你打听一下二人下落 你不知道 我说的大哥哥和龙姐姐 便是养过杨大侠夫妇了 数年之前 杨大侠曾来必死盘缓数日 跟老和尚很说的来 后来他在襄阳抗敌 老那奉他之诏 也曾略尽眠力 不知他现象在何处啊 他人均欲得知杨过音讯 你问一句 我问一句 却谁也没有回答对方的问话 你也不知道我大哥哥到了哪里 可有谁知道啊 你是我大哥哥的好朋友 怪不得武功这般高明 大师傅 我把你给的生日礼物带在身边 我对你好深感激 也十分敬重 今日能见到你 正好当面谢谢你 咱们啊 当真是不达不相识 你见到那杨大哥时 可别说老和尚以大其小 几时方能见着他呀 郭湘十六岁生日那天 杨过呼发奇想 广邀江湖同道 群集襄阳 给他庆贺生辰 一时白道黑道上 无数武林高手 冲着杨过的面子 大都受邀前去祝贺 不论是否亲临襄阳 也都赠送了真意贺礼 无色禅师 请人带过去的生日礼物 便是这一对金铁铸 铸成的罗汉 这对铁罗汉杜妇之中 装有鸡阔 扭紧弹簧之后 能对拆十来招少林罗汉权 那是百余年前 少林寺中的一位义僧 花了无数心血方式制成 端得是灵巧 精妙无比 郭湘觉得好玩 便待在身边 想不到 今日从怀中跌降出来 终于给无色禅师 认出了他的身份 他试财最后所使的 一招少林拳法 便是从这对铁罗汉身上学来 可于彼寺历代相传的伺规 不能请郭二姑娘到寺中随喜 不请包汉 那没什么 我要问的事 反正也问过了 这位大师 这位绝远师弟的事 我慢慢再跟你解释 这样吧 老和尚恭送你下山去 咱们找家饭铺 让老和尚做个东道 好好吃上一顿 你说怎样 无色禅师在少林寺中 位分极高 竟对这样一个妙龄女郎 如此的尊敬 要亲自送她下山 隆重款待 众僧吕听了 无不暗暗称奇 这位姑娘来历 果真如此了得 就是 大师不必客气 今日小女子出手 不知轻重 得罪了几位大和尚 真是对不住了 这便别过 后会有期 波弥陀佛 施主不必多礼 多多保重 后会有期 郭湘恭身为礼 向跟他动过手的几名僧人 行礼致歉 随其别过绝远 转身下坡 你不要我送 我也要送 那年老和尚奉 杨大侠之命 烧了南洋 蒙古大军的草料 火药之后 便急回寺 未曾前往襄阳 庆贺姑娘生辰 心中意义自不安 今日姑娘光临必寺 若再不恭送三十礼 岂是相待贵客之道啊 那走吧 郭湘见他一番诚意 又喜他言语豪爽 也愿和他结个方外的忘年之交 二人并肩下坡 走过依尾亭后 只听得身后脚步声响 回首一看 见张君宝远远在后跟着 却不敢走近 张兄弟 你也来送客下山吗 是 便在此时 只见山门前一个僧人 大步奔下 竟全力施展轻功 跑得十分匆忙 首座前请留步 有要事禀报 何时如此大惊小怪 首座 方才前天收到 方丈请首座前去商议 竟有这当事 听了那僧人的话 无色脸色忽变 郭湘见他神色为难 知他寺中必有要事 老禅师 朋友相交 贵在知心 这些俗里算得了什么 你有事便请回去 他日江湖相逢 有缘邂逅 咱们再论武谈心 有何不可 怪不得杨大侠 对你这般看重 你果然是人中英侠 女中丈夫 老和尚 交了你这个朋友 你既是我大哥哥的朋友 也便是我的好朋友了 如此便后悔有期 后悔有期 当下两人失礼而别 乌色回向山门 郭湘寻路下山 张军宝跟在他身后 相聚五六步 不敢和他并肩而行 张兄弟 他们到底干什么 欺募你师父 你师父一身精湛的内功 怕他们何来 四中戒律三严 僧众凡是犯了事的 都需受罚 倒不是故意欺募师父 你师父是个正人君子 天下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人 他又会犯什么事啊 他定是待人受过 要不 便是什么事情弄错了 这事的原委 姑娘其实也知道的 还不是为了那部棱茄经 是给萧香子 和尹克西这两个家伙 偷去的经书吗 是啊 那日在华山绝顶 小人得杨国大厦的指点 亲手搜查了那两人全身 一下华山之后 便再也找不到 这两人的踪迹了 我师徒俩无奈 只得回思禀报方丈 内部棱茄经 是根据达摩祖师 东来时 所写的备业经原文潮路 戒律堂首作 则怪我师父看管不慎 以致失落这无价之宝 重价处罚 原是罪有应得 那叫做晦气 什么罪有应得 为了这事 便罚你师父不许说话 这是寺中历代相传的戒律 上料挑水 不许说话 我听寺里的老禅师们说 虽然这是处罚 但对受罚之人 其实也大有好处 一个人不说话 修为异于精进 而上料挑水 也可强壮体魄 这么说来 你师父非但不是受罚 而是在练功了 倒是我多事了 姑娘一方好心 师父和我都十分感激 永远不敢忘记 可是旁人 却早把我忘记得一干二惊了 张兄弟 你也不必送我了 郭湘呼哨一声 招呼轻驴进前 张军宝颇为依依不舍 却又没什么话好说 郭湘将手中那对铁柱罗汉 递了给他 这个给你 这 这个 张军宝一正 不敢伸手去接 我说给你 你便收下了 郭湘将铁罗汉塞在他手上 纵身一跃上了驴背 郭尔姑娘 且请留步 远处 无色禅师又从寺门中奔了出来 行得甚快 片刻间便到了郭湘的身前 唉 这个老和尚也忒煞多礼 何必定要送我 金宝 你回寺政去 别在山里乱走乱闯 是 张军宝攻身答应 向郭湘凝望一眼 走上山去 无色带他走开 从袖中取出一张纸尖 郭湘姑娘 你可知这是谁写的吗 郭湘下了驴背 接过看时 见是一张诗尖 肩上墨之凌厉 写着两行字 笔试 请拔囚禁 少林派武功 称雄中原西域数年 十天之后 昆仑三圣前来 一并领教 第四集 上回说到 吴色拿出一纸信尖 言称要来领教少林武功 署名昆仑三圣 昆仑三圣是谁啊 这三个人的口气 倒是大的姐 原来姑娘也不识得他们 我不识得 连昆仑三圣的名字 也从没听爹爹妈妈说过 哎呀 齐便齐在这儿 奇怪什么啊 姑娘和我一见如故 自可对你识说 你知道这张纸尖 是在哪里得来的 是昆仑三圣派人送来的 哎呀 若是派人送来啊 也就没什么奇怪 常言道 数大招风 我少林寺数百年来 号称天下武学正宗 因此不断有高手 来寺中挑战教义 嗯 每次有武林中人到来 我们总是好好款待 说到比武教两 能推掉的 尽量便推辞 我们出家人 讲究误针 误怒 不得逞强争胜 要是天天跟人打架 还算是佛门子弟吗 那也说得是 只不过 武师们既然上得四来 不显一下身手 总是心有不甘 少林寺罗汉堂 做的便是这门 接待外来武师的行当 原来大和尚的专职 是跟人打架 一般武师 武功再强啊 本堂的弟子们 总能应付得了 倒也不必老和尚出手 今日 阴剑姑娘 身手不凡 我才自己来 试上一试 你倒挺瞧得起我 你瞧我把话 扯到哪里去了 实不相瞒 这张指尖 是在罗汉堂中 降龙罗汉象的手中 取下来的 哦 到底是谁 放到罗汉象手中的 哎呀 便是不知道啊 我少林寺 僧中千余人 若有人混进寺来 岂能没见到 这罗汉堂 固定有八名弟子轮值 日夜不断 刚才有人见到 这张指尖 非报老方丈 大家都觉得奇怪 因此召我回寺商议 你一心 我和那个什么 昆仑三圣串通了 我在寺外捣乱 那三个家伙 便混到罗汉堂中 放着指尖 是也不是 哎 我既和姑娘见了面 自然绝无一心 但此事 着实凑巧 姑娘刚离寺 这张指尖 便在罗汉堂中出现 方丈和无相师弟他们 便不能不错 移到姑娘身上 我不认得这三个家伙 大和尚 你怕什么 他们若敢前来 跟他们见个高下便是了 怕是自然不怕 姑娘既然 跟他们没干系 我便不用担心了 郭湘心里很清楚 无色呀 是怕昆仑三圣 和自己相识 动手之际 便有许多顾忌 唯恐得罪了好朋友 这实是一方好意 大和尚 他们客客气气地来切磋武艺 那便罢了 否则好好给他们吃些苦头 这张字条上的口气 可狂妄得很呢 什么叫做一并领教 难道少林派七十二项绝学 这三个家伙 都要一并领教吗 说不定 寺中有谁跟他们勾结了 偷偷放上这样一张字条 也没什么稀奇啊 这事我们也想过了 可是绝技不回 降龙罗汉的手指 离地有三丈多高 平时扫除佛身上的灰尘 都必须加起高架 有人能跃到这般高处 清宫之家 实所含有 寺中纵有叛徒 廖翔也不会有这等好功夫 郭翔好奇兴起 很想见见这昆仑三圣 到底是何等样人物 他是想要瞧瞧 他们和少林寺僧众比武 结果谁胜谁负 但是少林寺不接待女客 看来这场好戏 是不能亲眼得见了 少林寺千年来 现在经历了不知多少大风大浪 至今尚在 这昆仑三圣 倘若决意跟我们过不去 少林寺也总当跟他们周旋一番 我姑娘 半月之后 你在江湖上当听到音讯 且看昆仑三圣 是否能把少林寺调了 无色方才见他侧头沉思 直到他是在带少林寺筹策 便出言激励 一番话后 壮年时的豪情盛楷 不禁又勃然而新 大和尚误称误怒 你这说话的样子 能算是佛门子弟吗 好 半月之后 我祝后好音 画壁 两人相视一笑 郭湘催动轻驴 缓缓下山 心中却打定主意 非瞧瞧这场热闹不可 怎生想个法子 十天后混入少林寺中 去瞧一瞧这场好戏 只怕那昆仑三圣 未必是有什么 真才实学的人物 给大和尚们一击击倒 那便热闹不起来了 只要他们有外公 爹爹 或是大哥哥一半的本事 这场昆仑三圣大闹少林寺 便有点看透 想到杨过 他心头又随即郁郁不及 这三年来 到处寻寻觅觅 却始终落得个冷冷清清 中南山古墓长壁 百花凹花落无声 绝情古空山寂寂 风陵渡冷月明明 其实便算找到了他 那又怎样 还不是重天相思 徒增烦恼 他之所以悄然援引 还不是为了我好 但明知那时 金花水月一场空 我却又不能不想 不能不找 任着青驴信不所往 郭湘在邵氏山中漫游 一路向西 一路松山之境 回跳邵氏东风 沧沧沧峻怕 沿途山景观之不尽 如此游了数日 这一天到了三修台上 三修三修 却不知是哪三修 人生千修万修 又岂止三修 他折而向北 过了一岭 只见古百三百余章 皆挺直端秀 林肖腾脱根树旁 坐花摆顶 灿若云图 郭湘正自观赏 呼听的伤傲后 隐隐传出一阵琴声 心感诧异 这荒僻之处 居然有高人雅士 在此操琴 且说郭湘自幼寿母教导 琴棋书画无一不讳 虽君不过粗食皮毛 但他生性聪颖 又爱异想天开 因此和母亲论琴 谈书 往往有独到之见 黄荣也甚喜和他讲论 这时听到琴声 好奇兴起 便放了青驴寻声寻去 走出十余帐 只听得琴声中 咋有无数鸟语 初识未曾注意 但细细听来 琴声尽似和鸟语 互相应答 尖尖观观 腕转提名 郭湘隐身花木之后 向琴声发出之处望去 只见 三株大松树下 一个白衣男子背向而坐 膝上放着一张胶尾琴 正字弹奏 他深周树木 亭满了鸟雀 黄鹰杜鹃 喜鹊八歌 还有许多不知其名的 和琴声或一问一答 或齐声喝唱 妈妈说 琴调之中有一曲 空山鸟语 久已失传 莫非便是此曲吗 听了一会儿 琴声渐响 但遇到响处 欲是何唇 群鸟却不再发声 只听得空中 震意之声大作 东南西北各处 又飞来无数雀鸟 或止歇树巅 或上下翱翔 毛雨缤纷 位为奇观 那琴声平和忠正 隐约有亡者之意 此人能以琴声几鸟 这一曲 难道就是百鸟嘲讽 可惜外公不在这里 否则以他天下无双的 欲消语之一贺 当真可称病逝双绝 那个人谈到后来 琴声渐低 树上停歇着雀鸟 一起盘旋飞舞 突然争的一声 琴声止歇 群鸟飞翔了一会儿 慢慢散去 他随手在琴弦上 弹了几下短音 仰天长叹 复长剑 一阳眉 清水白石 何离离 世间苦无之音 纵活千载 亦复何意 他说到此处 突然间 从琴底抽出一柄长剑 但见清光闪闪照应临间 只见他缓步走到古松前的一块空地上 剑尖底地一画一画的画了起来 画了一画 又是一画 原来此人 竟是个文武全才 只是世间 怎会有如此奇怪的剑法 难道 以剑尖在地下乱滑 便能克敌之胜 此人之怪 真难测夺 郭湘莫属剑招 只见他横着画了十九招 跟着变相纵画 一共也是一十九招 剑招始终不变 不论纵横 均是平直的一字 郭湘依着他的剑尸 伸手在地下画了一遍 随即险些失效 他使的哪里是什么怪异剑法 却原来是以剑尖 在地下画了一张纵横各一十九道的棋盘 哦 原来是棋盘 那人画完棋盘 一剑尖在左上角和右下角圈了一圈 再在右上角和左下角画了个交叉 郭湘记忆看出他画的是一张围棋棋盘 自也想到 他是在四角布上柿子 圆圈是白子 交叉是黑子 跟着 见他在右上角距柿子三格处圈了一圈 又在圆圈的两格处画了一叉 带得下到第二十九招时 他一见主地 低头沉思 当时绝不定 该当弃子取士 还是力争边角 哎 此人和我一般寂寞 红山抚棋 以雀鸟为之音 下棋又没对手 只得自己跟自己下 那人想了一会儿 白子不肯罢休 与黑子在右上角展开剧烈争斗 一时之间 妙招纷纭 自北而南 逐步 争到了中原腹地 郭湘看得出神 渐渐走近 见白子不举时 奇输一招 始终落在下风 到了第九十三招上 遇到个连环节 白氏已岌岌可危 但是他仍在勉力支撑 常言道 当局者谜 旁观者轻 郭湘的奇力虽然平平 却也看出白旗若不弃子 塌头 难免在中复 全军覆没 何不禁弃中原 反取西域 那人一领 见旗盘西边 上子留着一大片空地 要是乘着打劫之时 连下两子 占据要金 即使书节 弃了中复 仍可设法 争个不胜不败的何举 哈哈哈哈 好 好啊 那人得郭湘一言提醒 仰天长笑 跟着下了数字 突然想起有人在旁 将长剑往地下一掷 向郭湘藏身处一依 不知是哪一位高人指点 在下感激不见 郭湘见这人长脸深目 兽骨凌寻 约莫三十岁左右年纪 他向来洒脱 也不理会男女之嫌 就从花丛中走了出来 是才听得先生哑奏 空山鸟语 百琴来朝 实感钦佩 又见先生画地为局 黑白交锋 引人入圣 一时忘形 忍不住多嘴 还望见谅 未曾想姑娘深通琴礼 若蒙不弃 愿闻轻音 我妈妈虽也教过我弹琴 但比起你的神乎奇迹 却差得远了 不过 我既已听过你的妙曲 不回答一首 却有点说不过去 好吧 我便弹一曲 你不许取消啊 怎敢 说必 那人双手捧起摇琴 送到了郭湘的面前 郭湘见着琴 古文斑斓 显示年月已久 于是调了调琴弦 弹了起来 奏的是一曲 烤盘 他的手法 自没什么出奇 但是那个人 却颇有惊喜之色 烤盘再见 数人之宽 独魅无言 永世勿宣 这词出自诗经 是一首隐世之歌 说的是 大丈夫在山间之间游荡 独往独来 虽然寂寞无缕 容色憔悴 但是志向高洁 永不改变 那个人听着琴音 说中了自己的心事 不禁大是感激 琴曲已终 他还是痴痴地站着 郭湘轻轻将摇琴放下 转身走出松鼓 纵声而歌 他招来轻驴骑上 又往深山林密之处行去 他在江湖上闯荡三年 索经意识甚多 那个人情运极情 画地自意之事 在他看来 也只如过眼云烟 风平俱散 在心中了无痕迹 又过了几天 屈指算来 是他闯闹 少林寺的第十天 便是昆仑三圣 约定要和少林僧 较量武艺的日子 郭湘一时想不出 如何混入寺中 看这场热闹 只得胡乱吃了些干粮 骑着轻驴 又往少林寺进发 妈妈什么事眼睛一转 便想到了十七八条妙计 我偏这么蠢 连一条计策都想不出来 好吧 不管怎么样 先到寺外去瞧瞧再说 说不定 他们应付外敌时 打得紧急 便忘了拦我禁寺 离寺约摸十来里 呼听的马蹄声响 左侧山道上 三圣马连骑而来 三匹马步自迅捷 转眼间便从郭湘的身侧掠过 直上少林寺而去 马上三个人 都是五十来岁的老者 身穿轻布短衣 马鞍上都挂着装兵刃的布囊 这三人身负武功 今日带了兵刃上少林寺 多半便是昆仑三圣了 我若迟了一步 只怕瞧不到好戏 他伸手在轻驴的臀上一拍 轻驴昂首一声撕脚 放提快跑 追到了三骑身后 只见那马上乘客挥边催马 三圣马急驰上山 脚力甚剑 请客间 就将郭湘的轻驴 抛得老远 再也追赶不及了 一个老者回头望了一眼 脸上危险诧异 郭湘纵驴又赶了二三里地 三骑已影踪不见 轻驴这一程快奔 却已喷气连连 颇有些支持不住了 恰 不中用的畜生 平时既然闹脾气 发蛮剑 姑娘当真要用你时 却又赶不上人家 恰 他眼见再催也是无用 索性便在道旁一座石亭中 气息片刻 让轻驴在亭子旁的 溪水中喝水 过不多时 呼听的马蹄声响 原来啊 是那三骑转过商傲 又奔了回来 郭湘正在惊奇这三人 怎的一上去便会回转 却见那三匹马 奋踪扬蹄 直奔进石亭中来 三个老者翻身下马 郭湘瞧那三个人 见一个是一个身材矮小的老者 脸弱朱砂 一个九糟鼻子火一般的红 笑眯眯的 颇为温和可亲 另一个呢 是竹竿般身材的老者 脸色铁青 苍白之中隐隐泛着氯气 就好像终年不见天日一般 这两个人身形容貌 无一不是截然相反 那第三个老者 相貌平平无奇 只是脸色蜡黄 微带病容 三位老先生 你们到了少林寺没有啊 怎的刚上去便下来了 姑娘怎知 我们是到少林寺去 从此上去 不到少林寺 却往何处啊 这话倒也不错 姑娘 却又去往何处啊 你们去少林寺 我自然也去少林寺了 哼 少林寺向来不许女流 踏进山门一步 又不许外人携带兵刃近似 这个说话的 就是那个青脸老者 他横了郭湘一眼 似乎在怪他 乱说乱问 他语气傲慢 身材甚高 眼光从郭湘的头顶上 瞧了过去 向他是望也不望上一眼 你们怎又携带兵刃 那马鞍旁边的布囊之中 放的难道不是兵器吗 你怎能跟我们相比 你们三个又怎样 凭什么便这般厚 喂 你们昆仑三圣 跟少林寺的老和尚交过手了吗 谁胜谁败啊 小姑娘 你怎知昆仑三圣的事 我自然知道 你姓什么 是谁的门上 到少林寺来干什么 你管得着吗 这个青脸老者 上前问话的时候 没想到这小姑娘 给他顶了回去 他脾气暴躁 手掌扬起 便想给他一个耳光 但跟着便想到 以大欺小 以男欺女 甚是不光彩 自己那是何等身份呢 怎能跟姑娘家一般见识 于是身形微晃 伸手便摘下了郭香腰间悬着的短剑 这一下出手之快难以形容 郭香 其实是他行走江湖以来 从所未有之事 其实 以他的武功阅历 要闯荡江湖 原是大大不够 不过 武林中十之八九 都知道他是郭敬黄荣的女儿 自今杨过 广腰豪杰 给他庆贺生辰之后 旁门左道之事 几乎也无人不晓 就算不爱着郭敬黄荣的面子 也不想得罪了杨过 但是啊 众人虽闻其名 未必识得其人 只是他人迹美秀 又豪爽好客 即使市井中饮车卖浆 土狗复饭之徒 他也是一视同仁 往往沽了酒来 请他们共饮一杯 因此 江湖间 虽然不乏风波险恶 他竟也屡险如遗 风凶化吉 从来也没吃过大亏 此刻 这个青脸老者 默然间夺了他的剑去 只用左手中指和食指 夹着短剑的剑鞘 这一幕 竟使他一时不知所措 若是上前相夺 自存武功远远不及 但若就此罢休 又岂能甘心呢 你这把剑 我暂且扣下 你胆敢对我这等无礼 自是父母和师长少了管教 你要他们来向我取剑 我会跟他们好好说一说 叫你父母师长多留上点神 这番话把郭香气得满脸通红 听此人说话 竟是将他当作了一个没家教的顽童 好啊 你骂了我 你骂了我外公和爹娘 你当真有童天本事 这般天不怕地不怕的乱丑威风 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你叫什么名字 我教你 你该这么问 不敢请教老前辈 尊姓大名 我偏要问你叫什么名字 你不说便不说吧 谁稀罕 你为老不尊 偷人抢人的东西 一把剑又值得什么 不要也罢 郭香说着 转过身子便要走出石亭 忽然间眼前红影一闪 那个红脸的矮老头 已挡在了他的身前 女孩家脾气不可这般大 将来去婆家做媳妇 难道也有你 是小姓吗 好 我便跟你说 我们呢 是师兄弟三人 这几天万里迢迢的 刚从西域赶来中原 不说我也知道 我们神州中原 本没你们三个的自豪 敢问姑娘 尊师是哪一位啊 我爹爹姓郭 单名一个静字 我妈妈姓黄 单名一个荣字 我没师父 就是爹爹妈妈 胡乱教了一些 郭静 黄荣 他们是哪一门哪一派的 是谁的弟子 郭香这一气 当真非同小可 心想 自己的父母 名满天下 别说武林众人 便是寻常百姓 又有几个不知 一手襄阳的郭大侠 但瞧那三个老者 你看我 我看你的神色 却又不似假装不知 嗯 我知道了 这昆仑三圣 远处西域 从来不履中土 以这般高的武功 爹妈却从没提过 他们的名头 那么他们是真的 不知道爹爹妈妈 也不足为奇了 想必他们在昆仑山 深处隐居 勤练武功 对外事 从来不闻不问 她本不是 爱识小姓儿的 小气姑娘 想到这儿啊 等时势然 暮气便消了 我姓郭明香 是襄阳城的 这个香子 好了 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请问你们三位老先生 遵信大名啊 是啊 小女儿很乖 一教便会 这才是尊敬长辈的道理啊 说着 这红脸老者 一指身边的黄脸老头 这位是我们的大师哥 他姓潘 名字叫天庚 我是二师兄 姓方 叫方天老 方才与你过招的这位 是三师弟 姓魏 名叫天望 我们师兄第三个 排行中 都有一个天字 嗯 那你们 到底上不上少林寺去 你们跟那些和尚比过武吗 却是谁的武功强一些啊 嗯 怎的你什么都知道 啊 我们要跟少林寺和尚比试武艺 天下没几人知道 你怎么得知 快说 话音刚落 魏天望直逼到郭湘身前 右手捏紧了拳头 恶狠狠地瞪着郭湘 郭湘岂能受他的威吓 当下向着他也瞪了一眼 本来跟你说了也不打紧 但你越饿 我越不受 你这个名字不好 为什么不敢做天鹅 你说什么 如你这般凶神恶煞的人物 当真少见 抢了我的东西还这么凶巴巴的 这不是天上的天恶星下凡吗 听得此言 魏天望猴头呼呼几声 发出了游似瘦豪般的声响 他的胸脯突然间胀大了一倍 似乎头发和眉毛都竖了起来 郭湘见魏天望这般情状 他若猛然出手 骑士定不可当啊 不由得也暗声俱意 三弟 不可都怒 一旁的方天牢 一拉锅箱的手臂 往后这么一扯 将他扯后了竖指 自己的身子 已隔在了两个人之间 魏天望 右手拔剑出窍 左手两根手指 平平夹住剑刃 浸透指截 咔的一声 剑刃 当时就断为两截 跟着将半截断剑 还入了剑窍 谁要你这把步中用的短剑了 郭湘见他纸上尽力 如此厉害 更是骇然 魏天望见他神色骤变 甚是得意 抬头哈哈大笑 这笑声刺入耳骨 只震得石亭上的瓦片 也格格而响 漠然间 咔啦一声 石亭屋顶破裂 掉下一大块雾石 众人都吃了一惊 连魏天望 也是大出意料 他运足内力 发出笑声 方能震动屋啊 其实这笑声中 殊无欢愉之意 只不过运功发劲 大叫几声而已 哎 居然能够震破屋顶 这不由的惊喜交集 想不到近来不知不觉中 自己的内力竟然大尽 再看他掉下来的雾石石 更是一惊 只见哪 一个身穿白衣的汉子 双手抱着一张摇琴 躺在地下 只管闭目沉睡 啊 是你 喂 你在这啊 此人正是数日前 他在山奥中遇见的 那个抚琴 自艺的男子 那人听到郭湘说话 忙跳起身来 啊 姑娘 我到处找你 却不到又在此间邂逅 你找我干什么 我忘了请教姑娘 尊姓大名 什么尊姓大名 文粥粥酸溜溜的 我最不爱听 不错 不错 越是闹虚文摆架子 越是没真材实学 这种人去混遍乡巴佬 那是最妙不过 白衣汉子说吧 双眼瞪着魏天望 黑黑冷笑 郭湘大喜 想不到此人如此之趣 这般帮着自己啊 魏天望给他双眼一瞪 一张铁青的脸上 是更加轻了 敢问尊驾是谁 姑娘 你叫什么名字 我姓郭 单名 一个箱子 当真是有眼不识泰山 原来便是四海闻名的 郭大姑娘 令尊郭敬郭大侠 令唐黄荣黄女侠 除了无知无实之徒 不明好歹之辈 江湖上谁人不知 哪个不晓 他二人文武双拳 刀枪剑戟 拳掌弃功 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无一不是凌驾古今 冠绝当时 偏有一肝无知妄忍 竟不知他二位 响当当的名头 原来你躲在石厅顶上 早就听了我和这三人的对答 看来 你也不知我爹娘是何等样人 我行二 你却叫我郭大姑娘 又说我爹爹会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真是消化气谈了 那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姓何 名字叫做足道 何足道 何足道仔 这个名字倒是谦虚得很 诶 比只天什么地什么的大言不惭 妄自尊大的小子 区区的名字还算不易令人作呕 何足道一直对魏天望等三人不绝口的冷嘲热讽 那三人见他压迫停顶而下 功力显然非比寻常 初始尚且忍耐 要瞧瞧这个白衣怪客到底是什么来历 但是听他言语越来越刻薄 魏天望再也按捺不住了 反手一掌便往他的左夹打去 找死 何足道头一低 从他的手臂底下钻过 魏天望只觉得左腕上微微一麻 手中持着的短剑已给他夹手夺去了 魏天望抢夺锅香短剑之时 身法奇快令人无法看清 但是何足道这一下却是骤然而过 轻描淡写的便将短剑随手取向 身法手势也无甚特意 魏天望一惊 抢步而上出指如钩 往他的肩头抓了 何足道斜身掠臂 这一抓就从他的身侧擦过 潘天更和方天佬突然间道远出庭 魏天望左拳右掌风声呼呼 煞时之间打出了七八招 何足道左闪入壁 竟连一脚也没给打到半点 他手中捧着短剑 对敌人犹如暴风咒语般的拳招 始终是不招不驾 只微微一侧身 魏天望的拳招便急落空 郭湘陷于年岁 武功虽不十分精湛 见识却是极高的 只因他亲友中 不少是当时低流的武学高手 见何足道举重若轻 以极轻巧的身法 闪避极刚猛的敌招 这等武功身法另成一家 和中原各家各派著名的武学 君字不同 不由得越看越奇 魏天望连发二十余招 仍然不能逼得对方出手 猛的一声低嚎 拳法忽变 出招变得迟缓 但是拳力却凝重强劲 郭湘站在亭中 剑决拳风压体 一步步的退到了亭外 这时 何足道也不敢再之闪避 而不还招了 他将短剑插入腰带 双足稳稳的站定 哼 你会硬弓 难道我便不会了吧 但魏天望双掌推道 何足道左手反击一场 以硬弓队阵弓砰的一声 魏天望身子一画 倒退了两步 何足道却站在原地不动 魏天望自视外门硬弓 当时少有敌手 起之对方硬碰硬的反击 毫不借势取巧 竟以硬弓将自己震退 他心中不服 吸了一口气 大喝一声 又是双掌劈出 何足道也是一声猛喝 反击一场 喀啦啦一阵响声过去 直阵的亭子顶上的破洞中 泥沙乱落 魏天望退了四步 方氏拿装站住 他对了这两掌后 头发蓬乱 双筋突出 双手抱着丹田 呼呼呼地运了几口气 胸口凹陷 肚胀如骨 全身骨节 咯咯乱响 一步步地向何足道 缓缓走来 何足道见了他这等声势 便也不敢怠慢 调云真气 以待敌势 魏天望走得离敌人身前四五尺之处 本应该发招 可是仍不停步 又向前走了两步 直到两人面对而立 几乎呼吸相接 这才双掌骤起 一掌击向敌人面门 另一掌却按向对方的小腹 这一次他双掌错击 要令对手立分而散 招式掌力 巨是凌厉至极 何足道也双掌齐出 交叉着左掌和他左掌相接 右掌和他右掌相碰 但是掌力之中 却分出了一缸一柔两道净力 魏天望只觉得 鸡向对方小腹的一掌 如同打在空处 而鸡他面门的右掌却是碰到了铜墙铁壁 裁决不妙 突然一股巨力撞来 已将他的身子直送出实情之外 这下仍是硬碰硬的以利对利 利弱者伤 中间时无丝毫回旋于地 不论魏天望拿装站定 或是一跤摔倒 他自己反击回来的掌力 再加上何足道的掌力 必定破得他口喷鲜血 方天牢和攀天更见老三吃了亏 二人对视了一眼 同时越出 分别抓住魏天望的手臂向上集体 这才消去了何足道刚猛的掌力 魏天望虽未受伤 但是五脏翻动 全身骨骼积欲碎裂 一口气缓不过来 当时尾顿不堪 那红脸矮子方天牢 见师弟吃了这般大的苦头 脸上虽仍笑嘻嘻的 心下却也不由得惊怒不已 阁下掌力之强 事所少见 佩服 佩服 哼 说到掌力的刚猛魂后 又有谁能记得爹爹的降龙十八掌 你们昆仑三双辟楚荒山 景帝观天夜郎自大 总有一日 叫你们见识见识中土人物 心念及此 郭湘心中默得一酸 原来啊 这时他想到 要方天牢等见识的中土人物 竟不是他父亲 而是杨国 这时方天牢冲着合族道一抱拳 小老儿不才 想领教领教 阁下的剑法 方兄对郭姑娘很客气 在下可没惯意 咱们不用比了 你给那兴魏的吃这番苦头 原来是因为他被我不客气 方天牢走到坐骑之旁 从布囊中取出一柄长剑 唰的一响拔剑出鞘 身指在剑身上一弹 嗡嗡之声 两久不绝 他一剑在手 笑容忽脸 可下 小心了 左手捏个剑绝 平推而出 绝指上仰 右手剑士朝天不动 正是一招仙人指路 方兄既然定要动手 我就拿郭姑娘这短剑 跟你试几 合族道说着 抽出半截短剑 那短剑呢 本不过一尺来长 给魏天放一尺截断了以后 剑刃只余下七八寸 而且平头无风 连匕首也不像 只见他 左手仍握着剑鞘 右手举起了半截断剑 陡然强攻 这一下出招极快 方天佬眼前白影一闪 合族道已经连攻了三招 但是因为断剑太短 伤不着他 这三招来得好快 真难招架 那是什么剑法 他手中拿的若是长剑 只怕此刻我血剑当场 合族道三招过后 向旁窜开 凝利不动 方天佬展开剑法 半手半弓 挠身墙上 合族道闪身相避 毫不还手 突然间快攻三招 逼得方天佬手忙脚乱 他自己却已纵身跃开 那方天佬一柄剑 石将开来 白光闪闪 出手甚是训捷 这老儿招数刚蒙很辣 和那欣慰的长法是同一路子 只是带了三分灵动之气 却更加厉害些 郭湘心里正想到此处 呼听的合族道大鹤 小心了 一个乐子刚脱口 左手剑翘一举 快于电光石火 扑的一声轻响 以用剑翘套住了方天佬 长剑的前身 右手断剑跟着地出 直指他的咽喉 第六集 上回说到方天佬长剑不得自由 没法回剑招架 眼睁睁的瞧着断剑 抵向自己的咽喉 只得撒手撇下长剑 就地滚开 才避开了这一招 他尚未跃起 人影闪动 潘天更 已经纵身过来 抓住长剑的剑柄 一抖一抽 拖出了剑翘 好身法 这个面带病容的老头 始终不发一言 武功竟是三人之首 阁下好功夫 在下甚为佩服 郭姑娘 自从日前聆听姑娘哑奏 我便做了一套曲子 想请你品评品评 哦 什么曲子啊 合作到盘西坐下 将摇琴放在膝上 礼弦条韵 便要弹琴 阁下连拜我两个师弟 新潘的 还欲请教 武功比试过了 没什么余味 我现在要弹琴给郭姑娘听 这是一首新曲 你们三位爱听 便请坐着 倘若不懂 可请自便 合作到左手按节碾弦 右手弹了起来 故乡只听了几节 不由得又惊又喜 原来 这琴曲的一部分 是自己奏过的烤盘 另一部分 却是琴风中的奸佳 两曲截然不同的调子 给他别出心裁的 混合在一起 一应一答 竟说不出的 奇妙动听 烤盘再见 硕人之宽 奸佳苍苍 白鹿为霜 所谓一人 在水一方 硕人之宽 硕人之宽 速回从之 道足启长 速游从之 晚在水中央 独魅勿言 永始勿轩 永始勿轩 他琴中说的一人 难道是我吗 这琴运何以如此缠绵 充满了私慕之情 想到此处 郭湘不由得脸上 微微一红 只是这琴曲 实在编的巧妙 烤盘和奸佳 两首曲子的 缘运 丝毫不失 相互参词应答 却大大的 风张 滑眉起来 他一生之中 从未听到过 这样的乐曲 潘天更等三人 半点不懂 他们不知道 何足道为人疏狂 颇有书呆子的痴气 既编了一首新曲 便巴巴赶来 要郭湘欣赏 何况这曲子 也确实为他而编 当时将别事 进阶抛在了脑后 但见他 凝神弹琴 竟没将自己三人 放在眼里 显然是轻视至极 事可忍 孰不可忍 潘天更长剑一指 点向何足道的左肩 快站起来 我跟你比划比划 何足道全心沉浸 在秦韵之中 似乎见到一个 眷戒狂声 在山泽中漫游 远远望见 水中小岛上 站着一个温柔少女 于是 不理会山隔水族 只一股劲的 过去见的 忽然间左肩上一痛 他灯石惊绝 抬起头来 只见潘天更手中的长剑 指着他的肩头 轻轻刺破了一点皮肤 如果再不招架 只怕他便要挺剑伤人 但是琴曲尚未谈完 俗人在旁相扰 实在是大杀风景 当下 左手抽出半截断剑 当的一声 将潘天更的长剑架开 右手却仍然是抚琴不停 这时 何足道终于显出了声平绝技 他右手弹琴 左手使剑 左手使剑就不能按弦 于是便对着第五根琴弦 聚气吹落 琴弦低线下去 竟与用手按纳无异 右手弹琴声高下低扬 无不婉转如意 潘天更急功数招 何足道顺手应对 双眼云视琴弦 唯恐一口气 吹得不畏不合 乱了琴韵 潘天更怒不可遏 剑招越攻越急 但不论长剑刺向何方 总给他轻描淡写地打开 郭湘听着琴声 心中乐音流动 对潘天更的挺剑急功 也没有在意 只是双剑相交之声 扰乱了琴鹰 他双手轻击 打着节拍 不由得皱起了眉头 这位姓潘的前辈 你出剑快慢全然不合 难道半点不懂音律吗 你听着这节拍出剑 一拍一剑 夹在琴声之中 就不难听 潘天更如何理他 见敌人坐在地上 只单手持着半截断剑 眼光凝视琴弦 而自己却仍是奈何不了他 更是焦躁 陡然间剑法一变 一轮快弓 兵刃上香蕉的当当之声 灯石变如蜜语 这樊弦极管一般的声音 和那温雅缠绵的琴韵 绝不协调 合作到双眉一条 禁传断剑 争的一声 潘天更手中的长剑 断为两劫 但就在此时 七弦琴上的第五弦 也应声崩断 潘天更面如死灰 一言不发 转身出庭 他们哥仨跨上马背 向山上急驰而去 这三人打了败仗 怎能还上少林寺去 当真是要死缠到底吗 郭湘疑惑地回过头来 却见合作到满脸沮丧 首辅断琴 似乎说不出的难受 断了一根琴弦 又算得了什么 王子多年修为 终究心不能静 我左手鼓劲断他冰刃 右手去将琴弦也弹断了 郭湘这才明白 原来合作到是懊恼自己武功未纯 他心中不免好笑 接过摇琴 解下了半截断弦 放长琴弦 重新绕住条音 唉 你想左手凌厉弓敌 右手舒缓抚琴 这是分心二用之法 当今之事 只有三人能做到 你没练到这个地步 那也用不着难过呀 是哪三位 第一位是老顽童周伯通 第二位便是我爹爹 第三位是杨夫人小龙女 除他三人之外 就算我外公桃花岛主 我妈妈 神雕大侠杨过等武功再高之人 也不能够的 世间竟有如此几人 几时你给我引剑引剑 要见我爹爹不难 其余两位啊 可就不知道去何处着了 你一举击败昆仑三圣 也足以要事当事了 何必为了崩断琴弦 这点小事郁郁不乐呢 昆仑三圣 你说什么 你怎知道 那三个老儿来自西域 自然是昆仑三圣了 他们的武功 果有独到之处 但要向少林寺挑战 却未免太不自量力了 有什么奇怪的 昆仑三圣 昆仑三圣何足道 那便是我呀 啊 你是昆仑三圣 那 那 其余两个呢 昆仑三圣只有一人 从来就没有三个 我在西域闯出了一点小名头 当地的朋友说我 秦剑齐三绝 可以说的上是 秦圣 剑圣 齐圣 因我常年居于昆仑山中 是已给了我一个外号 叫做昆仑三圣 但我想这个圣子 岂是轻易称得的 虽然别人给我脸上贴金 也不能自居不宜 因此我改了自己的名字 叫做足道 连起来说 便是昆仑三圣何足道 哦 这样人家听了 便不会说我狂妄自大了 原来如此 我知道既是昆仑三圣 定是三个人 那刚才这三个老头呢 他们嘛 他们是少林派的 原来这三个老头 反而是少林弟子 嗯 他们的武功果然是高猛一路 哦 不错不错 那红连老头 使的可不就是大魔剑法吗 对了 那个黄连老头最后一轮急功 却不就是围托扶摸剑吗 只是他加了好多的变化 我一时之间没敲出来 可是 怎么他们又是从西域来 这件事说起来有个缘故 去年春天 我在昆仑山精神风绝顶弹琴 呼听的茅屋外有欧击之声 出去看时 见两个人扭作一团 以各受致命重伤 却仍在竭力拼斗 我和他们助手 两个人谁也不肯罢休 于是我将他们拆解开来 其中一人白眼一番 灯石死了 另一个却还没断气 我将他救回屋中 给他服了一粒少阳丹 救治了半天 可是他受伤太重 灵丹无法续命 他临死之时 说他名叫尹克西 啊 那 那个跟他欧斗的 莫非是肖香子 那人身形瘦长 面容变似僵尸一般 是吗 是啊 怎的你什么都知道 我也见过他们的 想不到这对火宝 最终终于互斗而死 那尹克西说 他一生作恶多端 临死之时 懊悔却也已迟了 他说 他和肖香子 从少林死中 盗了一部经书出来 两人互相防范 谁也不放心 让对方献开 深怕对方学强了武功 便下手将自己出去 独霸这部经书 两人同桌而食 同床而睡 当真是寸步不离 但吃饭时 生怕对方下毒 睡觉时担心对方暗算 整日提心吊胆 魂梦不安 又怕少林寺的和尚追索 于是远远逃来西域 到了精神风上 两人已是筋疲力尽 都知这般下去 终究会活生生地累死 终于出手打了起来 尹克西说 那肖香子武功 本来在他之上 哪知虽是肖香子 先动手打了他一掌 结果反而是他略战上 后来他才想起 肖香子曾在华山受了重伤 缘气始终不负 否则的话 若不是两人各有所计 也挨不到昆仑山上了 唉 为了一部经书 也不值得如此啊 那尹克西说了这番话 以上气不接下气 他最后求我来少林寺 走一遭 要我跟寺中一位绝远和尚说 说什么经书是在油中 我听得奇怪 什么经书在油中 欲待再问详细 可他也支持不住 晕了过去 我欲待他好好睡上一觉 醒过来再细问 哪知道他这一睡 就再没醒过来 我想 莫非那部经书 包在油布之中 但细搜二人身边 却全无踪迹 受人之托 终人之势 我平生足迹 未履中途 正好趁此游了一番 于是便到少林寺来了 那你怎的 又到寺中去下战书 说要和他们比试武艺呢 这事却是从 世才那三人身上而起了 这三人是 西域少林派的俗家弟子 据西域武林中的人说 他们是天子辈 和少林寺方丈 天明禅师是同辈 好像他们的师祖 从前和寺中的师兄弟 闹了一剑 一怒而远赴西域 传下了少林派的西域一致 本来嘛 少林派武功 是达摩祖师 自天竹传入中途 再从中途 分到西域 也没什么稀奇 这三人听到了 我昆仑三圣的名头 要来跟我比划比划 一路上扬言说什么 少林派武功天下无敌 说我号称秦 齐圣 那也罢了 这贱圣二字 他们却万万容不得 非逼得我去了 这名头不可 只可二圣 三圣便不行 正好这时我碰上了 尹克西 心想 反正要上少林寺来 两番功夫一番做 于是派人 跟他们约好了 在少林寺相见 便自行来到中原 这三位仁兄 绞成也真快 居然前脚接后脚的 也赶到了 哦 原来如此 可叫我才差了 三个老儿这时候 回到了少林寺 不知道会说些什么 我跟少林寺的和尚 素不相识 又没过节 跟他们定约十天 是要带着三个老儿赶到 这才动手 线下架也打过了 咱们一起上去 带我传了句话 便下山去吧 和尚们的规矩 大得紧 不许女子进寺 呸 什么臭规矩 咱们偏偏闯进去 还能把人给杀了 郭湘虽然好事 但既已和无色 禅食定交 对少林寺已无敌意 此时 只摇头笑说 在山门外等 待和足道 自尽寺中去传言 也省了不少麻烦 既是这样 刚才的曲子没弹完 回头我好好地 再弹一遍给你听 如此甚好 两人缓步上山 只走到寺门外 也不见一个人影 我也不进去了 请那位和尚 出来说句话就是了 昆仑山和足道 造访少林寺 有一言奉告 和足道这句话 刚说完 只听着寺内 十余座剧中 一起鸣了起来 当当之声 直阵的群山接应 突然 四门大开 分左右 走出两行 身穿灰袍的僧人 左边五十四人 右边五十四人 共一百零八人 那是罗汉堂弟子 合着一百零八名 罗汉之数 其后 跟出来十八名僧人 年岁较大 灰袍上 罩着蛋黄袈裟 那是高一辈的 达摩堂弟子 烧隔片刻 出来七个 身穿大块 格子袈裟的老僧 这七个老僧呢 皱纹满面 年纪少的 也已七十余岁 老的 四达九十高龄 这乃是 新禅堂七老 然后 是天明方丈 晚步而出 左手 是达摩堂首座 无相禅师 右手 便是罗汉堂首座 无色禅师 潘天庚 方天牢 卫天望 三个人 跟随其后 最后 则是七八十名 少林派的 俗家弟子 那日 合作到 巧入罗汉堂 在降龙罗汉的手中 留下了简铁 这份武功 以令天明方丈 及无色无相等 大为震惊 数日后 潘天庚三人 自西域赶来 说起约会比武之事 四中高僧 更增了戒心 西域少林一支 因为路程遥远 数十年来 极少和中州少林 互同音讯 但是四中的 重高僧君知 当年远赴西域 开派的那位 师叔祖 苦慧禅师 武功上 实有惊人造诣 他传下的徒子徒孙 亦是不同凡响 听潘天庚等言语中 对昆仑三圣 丝毫不敢轻视 料想 善者不来 来者不善 四中便立即加紧防范 天明方丈传下法旨 五百里以内的僧俗弟子 一律归死听调 初始 众僧也道昆仑三圣 乃是三人 后来听潘天庚等说了 哦 方知道只是义人 至于容貌年纪 潘天庚等也不甚了解 只知他自负秦剑齐三绝而已 弹琴异齐两道 持心异性 大为陈总所济 少林寺僧众啊 少有人专心于此 所以四中精于剑术的高手 却无不加紧磨练 要和这个号称剑圣的狂徒 一较高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